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刚初开这个店是基于兴趣 然后我的外号叫皇帝 然后大家来我的店都叫皇帝皇帝 在网路上也这样子称呼 然后于是叫做临时起义 然后就用皇帝的店当做我的招牌 本身我对车子非常热爱 所以当初我的想法 我就是希望提供消费者所有各大品牌 也许国内的也许国外的 然后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基于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有些消费者他可能希望他把爱车打造成独一无二 那我们可能就提供不一样的外观件 有些消费者可能也许为了安全性 可能就升级了刹车布品 然后诸如此类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提供的就是 给各位不同的商品 然后满足不同的需求 当初来到他们店里面 都提供给我非常专业的资讯 那我想要改装的部位还有一些器材 那经过他们分析之后 都给我最好的一个评估 所以呢我就决定了在皇帝的店 来做改装 当初也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之下 经过了皇帝的店 看到他们家的那个店面 摆了很多的旅圈 刚好我的车又是刚买啊 想说是不是要稍微整一下 让它比较漂亮一点 从改装到整台车以外 好像改了蛮多的地方啊 我秉持的是客人满意 我就开始了 我的坚持就是说 我希望我帮客人打造的车子 是符合客人的需求 因为我自己是爱车 我自己当初也是一个消费者 我对车要求很完美 所以我希望 我会把客人的车弄到很完美 然后这是第一个坚持 然后第二个就是 可能就是说 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也许不太一样 但是我不管消费多与少 我希望在客人的预算内 我都会达到他的要求 这个是我比较想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就是达到每个人的需求 然后把每台车都弄到最完美的状态 Andy他这位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兄弟 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近来这家店刚认识他的时候 态度非常的亲切 那也让我感觉到 来到这家店很温暖 那所以不知不觉 就慢慢的一直在跟他交流 交谈的过程当中 那就自然变成一个好朋友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很nice 从他的谈吐中 觉得他非常专业 车辆升级的一个过程中 让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在专注这个行业 让我能够完全就认同到他的专业度 因为Andy的专业 让我选择他的店里 来做一个车辆升级的一个想法 我希望我们皇帝椅的店这家店呢 能带给我们的客人有如同回到家的感觉 因为我们其实成立这家店最重要的目的 也是希望给客人更大更舒适的空间 譬如说我如果今天进来 我是来消费的 我可能进来聊天过路聊天的 像家椅像朋友一样的感觉 我们都可以营造出来这种氛围 其实这家店我们真的是花很多心血在里面 然后也希望客人进来 就会有一种回到家的舒适感 当初炒创实习非常的小间 经过了八九年的历练 才有今天的规模 那当然我们很珍惜这一切 那当然我们会尽量把最好的品质 最好的服务呈现给消费者 我们正日会定期提供员工到国外去考察 参观各式展览 提供自己的技能 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来这边的消费者 在改车之余有回到家的感觉 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消费者 只要想要把车辆升级的时候 就能想到皇帝的店 最好的 Let's get it Let's get i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